Hello大家好,我是Tony,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在19世纪初的欧洲各国经常会出现这么一个场景 这马上要生产的孕妇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医院 有的甚至宁可在马路上生孩子 也不愿意被医生接生 这倒不是因为汇集记忆 而是当时在医院里生孩子的死亡率实在是太高了 治病救人的医院经常被人称作死亡之物 很多健康的产妇入院生产后几个小时 就会莫名其妙的得上产入热 医生既解释不了他们患病的原因 也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这能不能好完全就看病人自己的体质了 根据统计那段时间欧洲妇女死亡的第一原因是肺结核 第二就是产入热死亡率高达10% 不幸患上产入热的产妇有一半最终都逃不过死亡的厄运 当时的社会对这个现象已经麻木了 而一位刚刚入行的年轻薛阿利医生对此就痛心万分 经过长时间的分析和一次偶然世界的启发 他终于发现了这里面的原因 他通过采取一个小小的措施 就把他所在医院的产妇死亡率降到了2% 他也因此被人称为母亲们的救星 不过他的那套理论挑战了当时的整个医学界 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愤怒慢慢让他丧失了理智 最终在一间精神病院郁郁而终 今天我们就来缅怀一下这位伟大的医生 聊聊这里面的故事 1818年7月1号 伊格纳斯·塞麦维斯出生在匈牙里的布达佩斯 他在19岁的时候前往维也纳学医 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会之后 进入到维也纳总医院产科工作 这家医院的病房有两个紧挨着的产房病区 里面的硬件设施都差不多 这最大的不同就是 一病区是由医生和实际医生来负责接生 第二病区是由助产室来负责接生 初来乍到的塞麦维斯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一病区的产妇死亡率 要远远的高于二病区 在他工作的第一个月里 病房里208名孕妇中就有36名不幸去世 1846年全年总共有451名产妇死在了一病区 而二病区只有不到90人 塞麦维斯当时就非常疑惑 这两个病房死亡人数的巨大差异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 当时欧洲的医学界以胀气和四体液学术为正统 医生们普渊认为许多疾病 尤其是瘟疫和传染病 都是由空气中的有害胀气引起的 他们认为这些得病的孕妇肯定是吸进了不少胀气 加上生产之后导致体内的体液不平衡 最终又引起了高收和产入热 对此塞麦维斯就提出了质疑 因为这两个产室距离很近 空气可以在这两个病区之间自由扩散 那为什么胀气对第一病区的产妇的影响 要远远的大于第二病区呢 而且这两个产房轮流收治产妇 这产妇进入到哪个病区完全就是随机的 和年龄健康状况和经济水平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这两个病区的硬件设施也差不多 所以死亡率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距 所以塞麦维斯就认为 这里面一定是遗漏了什么重要因素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 他除了睡觉之外 其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花在图书馆 试检房和病床旁边 通过查阅资料 他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医院并非个例 当时欧洲各国医院的产妇死亡率 都要远远的高于家庭分娩 那这已经很明显了 这问题就出现在医院里面 于是塞麦维斯在上班的时候 就开始对任何可能的变量因素进行观察和改变 先是医院的通风和采光 然后把用药方式以及产后的护理方案也都进行了改变 最后他甚至让手下的医生改变接生的方式 和助产室一样让产妇侧卧分娩 但最终都没有任何效果 就在塞麦维斯快要放弃的时候 事情发生了转机 1847年的3月份 塞麦维斯刚从国外度假回来 就得知自己的好友克里奇卡医生刚刚患病身亡 这名医生平时身体很好 结果突然间就病倒在床 没几天就去世了 塞麦维斯亲自参加了尸检 结果他就发现 这个尸体呈见的许多特征和因产入热死亡的产妇非常相似 后来有个同事告诉他 克里奇卡病倒之前 在医院进行尸检的时候 手指不小心被手术刀挂伤了 听到这里 塞麦维斯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那会不会是这个尸体上的某种东西 害死了克里奇卡和产妇呢 有了这个新的思路 塞麦维斯很快就发现 第一病区的医生和实际生们 每天上午都是先去进行尸体解剖 然后再来产客病房查房 这些医生们每天都用触摸个尸体的手 为产妇体检和接生 而二病区的助产室就从来不参与解剖尸体这种工作 当时的奥雄帝国在几年前颁布了法律 从1840年开始 要求所有的医学生都要学习尸体解剖 而塞麦维斯在回顾医院以往数据的时候就发现 这家医院在1833到1840年 两个病区的死亡率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而就在这条法律颁布之后 维也纳总医院将所需要进行尸体解剖和产科学习的医学生 都安排在了第一病区 实习助产室都被安排到了第二病区 从那年开始 第一病区的平均死亡率就上升到了10% 是第二病区的两倍以上 至此塞麦维斯对产入热病因的假设已经非常明确 那就是医生们进行尸检操作之后 不干净的双手将尸体上的某种东西传给了产妇们 为了验证他的推论 塞麦维斯就要求医病区所有的医生在解剖操作之后都必须洗手 用普通肥皂还不行 因为他认为必须要除去尸体后残留在手上的气味 毕竟那个年代瘴气学说是主流 所以必须得用漂白血洗手完全去除掉气味 在严格的全面落实洗手政策之后 从1847年的6月份到1849年的2月份 第一病区的平均死亡率从10.65%降到了1.98% 这就更加让塞麦维斯坚信他找到了问题的根本 1850年32岁的塞麦维斯医生在维也纳医生工会上做了演讲 他认为带给产妇灾难的正是产科医生受污染的双手和气气 而洗手和消毒已经被证明可以有效地降低死亡率 可让塞麦维斯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言论不仅没有得到认同 反而因为违背了当时公认的医学智慧 遭到了整个医学界的驳斥 要知道当时的外科医生们经常不修蝙蝠 而且以自己衣服身上的血迹为荣 他们的手越脏 衣服越埋怠 那就越能证明他经常参加手术 医术高超 结果现在塞麦维斯的这套理论 竟然把这口锅扣在了他们的身上 这就严重地挑战了他们的权威和形象 再加上当时许多欧洲国家在革命的浪潮中动荡不安 所以医学界宁可选择死守传统观念 也不愿意相信这个年轻人提出的证据和理论 更不愿意承认医生的手是脏的 塞麦维斯的激进观点受到了打压和排挤 他很快就丢到了工作 回到了布达佩斯的小产科病房上班 他原先工作的医院也废除了洗手制度 死亡率再度回到以前的水平 虽然饱受排挤 但是塞麦维斯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论 他先是在匈牙利的医学周刊上 发表了三篇论文来论述自己的观点 后来又在1861年出版了著作 产如热的病原症状和预防 但是无论他再怎么呼吁 也根本没有人再来理睬他了 就这样塞麦维斯一点点的被内心的愤怒 和外界的压力压垮 他开始变得抑郁和多疑 有时候甚至出现暴力倾向 他没事的时候就经常会给有名望的医生们写信 谴责他们是毫无责任心的产服杀手 1864年塞麦维斯的精神状况越发不稳定 他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认为他已经患上了精神病 于是就把他送进了维也纳精神病院 1865年他被精神病院的守卫欧打 两周后死于伤口感染引发的败血症 年仅47岁 塞麦维斯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 他的悲剧就在于他的发现太过超前 超过了当时人们的认知 但毫无疑问的是 塞麦维斯是现代无菌术和流行病学的先驱 他对产入热的病因和预防措施的探索 是传染病学和流行病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他去世之后不久 巴斯德就证明了细菌在疾病传播中的重要性 塞麦维斯的洗手办法 才被理性的解释和认真的采用 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洗手 就是无菌术的开端 纵观历史 人类的每一场科学革命 都是对人们长期信奉的理论的彻底破坏 是对绝大多数人信仰的颠覆 而每次引领革命的人 也因此必定会受到反对嘲讽和排挤 我相信塞麦维斯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成为科学巨人 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产科医生 只想为病人尽一份医生的责任 仅凭这一点 他就更加值得我们的尊敬和缅怀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